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1月3号,离美国大选只有两天的时间了 现在是美东时间早晨10点钟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太阳能系统 为什么要说一下太阳能系统呢 因为美国10月份连续两次遭到飓风的袭击 像卡罗莱纳州那边有些家庭因为电网断电 他们超过10天以上的时间,家里没有任何的电 没有电就代表着没有网络 即使有星链,又有什么用呢?没有电也没有用 所以我最近琢磨了一套太阳能系统 买我这太阳能系统是要装在家里的 我家里的阳台是东南西都有太阳 但是太阳能板摆在了阳台上才发现 我家对面的朝南的邻居的房子挡住了我大部分的太阳 其实现在是冬天太阳又不是很高 它是斜着晒上来 所以我对面的房子把我的太阳都给挡住了 所以在家里阳台上无法装太阳能板 因为我房子是租的 所以我无法把太阳能板装在房顶上 如果能装在房顶上的话 那家里就绝对没有问题了 我可以装上千瓦的太阳能板 绝对可以把全家的电全部通过太阳能来解决 那怎么办呢 我就想着既然我们已经买了两块两块两百瓦的太阳能板了 一共四百瓦 我要把它利用起来呀 那我就想着我把它装在车顶上 那抄顶上的话 我上班的时候 车是停在停车场 像这种空旷的停车场 上面前后左右没有任何的遮挡物 那我上班的时候 车停在停车场 就可以给我的电池充电 如果万一要是电网没有电了的话 白天上班晚上回家我就可以通过我的通过太阳能充电的电池 给家里的一些最基本的电器供电 一个是电脑啊 手机充电啊 星链啊 尤其还有重要的是冰箱 冰箱我在家里已经测试过了 美式的那种全尺寸的大冰箱 一般来讲一天是耗电一千瓦的样子 我的这套电池一会再给大家仔细的说一下 是可以给冰箱供电 持续供电至少24小时是没有问题的 只超过一天半的时间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可以通过这么一套简单的太阳能系统 解决我基本用电的问题 好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太阳能系统 车顶上呢 平时摆了两块各200瓦的太阳能板 通过线呢 接下来跟太阳能充电转换器连接起来 是上面这两根征服线 然后下面这两根线呢 是跟这两块电池连到一起 这两块电池呢 是每块电池是12.8V 100毫安小时 我把它们并连在一起 这样好就200毫安的电流 这个充电转换器呢 是充电最高可以40安培充电 电池是储电的 用电呢 就是用这个逆变器呢 是直接跟电池连接的 我这个逆变器呢 是2000瓦 2000瓦我在家里呢 也测试过了 像美式那种全尺寸的大冰箱 它们一天耗电大概是1000瓦 所以通过这个逆变器和这两块电池 给一个冰箱一天半的时间供电是没有问题的 我的期望呢 就来天差不多五个小时 可以通过太阳能板 把我这两块电池充满 那晚上回家呢 万一要是电网没有电的话 我就接一根电缆线 直接就可以给家里的网络啊 Starlink和我的冰箱啊 我最基本的供电可以保障 现在大概是10点40的样子早晨 目前的供电状态是 充电是用13.4伏的样子 这在给电池充电 太阳呢还没有最高 我就等一等 看看到了12点 1点2点钟的时候 我会再看一下 电池供电的状态 我希望能一天五个小时 能把我的两块电池充满 如果要是充得很满的话 我就再买两块电池 一起让他们充 这样的话 我就不担心我家里没有电了 就可以跟大家联系了 好 再见